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晚睡,我是阿森 這個就是我和機械人一起前行的證明 我是這個機械人權益保護法成員 女者 那你會死的 我不是那些幹事 我不是那些幹事 因著會被人插兩隻角落在頭上 沒有了,他現在都真正認識了自己的事明是什麼 不會有這種事 暴露圖的故事已經完結了 OKOK 先說回收聽方法 在Facebook上搜尋電腦 唐數會找到我們的Patreon會定期update 節目 另外還有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收聽、按鈴鈴、留意更新 另外還有Facebook的綜合吹水區和MiV的吹水群組 歡迎大家ad進來和我們一起聊天吹水 另外逢星期五就會像現在這樣 就會開Live做節目或者播放錄製的節目 那星期六的晚上一般程度上都會開Live和大家聊天 還有網台經營困難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 歡迎大家透過Subscribe和Share我們的節目之外 也有餘了 歡迎大家透過詳細的PlayMe和PayPal連結 課金贊助我們 一百幾十場落座 任何認識的支持都是支持我們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多謝大家 好 回來今晚的主題 我們每次 每次 當日 女者就是這個 比較有意志翻組的 有意志主題的提出者 是嗎 嗯 是不是呢 接學探討作品 或者你提出的都是高難度挑戰的東西 有沒有一些輕騎難度挑戰的東西 好像有沒有呢 你主動提出的好像沒有 對 自己溜的那些作品好像沒有 但是又是好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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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有時不是很有動力開啓的東西 即是你提出 我滴起心肝看 又多點 這套都是這樣 以前看 很久以前看Trader 是 即是 錄定說會看 最後拖拖拖又忘記了一件事 蛤 然後最後跟哲學 是讀哲學的朋友吃飯 然後他說是這套 哦 然後說完之後 好像 好像 好像又真的幾有趣那套 因為我對這些連續殺人 嗯 你的偵探片是 是有種 你本身都喜歡偵探故事 這套由機械的人夾偵探 就對了 又有連續殺人 對 這樣就 然後就開來看 結果真的一看就不得了 嘩 真的 一直都 即是這套一向被人吹奏開 由他出漫畫開始 現在看回就明白 這個說那個作者都被人吹奏開 對 那個作者 然後再這一套 也是他其中一套被吹奏的東西 是兩個大師的 即是怎麼說 聯繩的作品 就是更加厲害 對 那我們今天說的一個作品就是這個 冥王普魯圖 暴魯圖 暴魯圖 這樣 先講一下作品的背景先 背景都要花點時間講 那 普魯圖 其實它是一個改編作品 那原作是什麼呢 大家其實應該會知道的 但也講一講 即是 知道的人很多 但具體 具體原作是怎樣 就未必個個 今時今日未必個個有看 那就講一講 其實它原作呢 就是來自這個 十萬話之神 手衝治蟲的作品 小飛俠阿童木 裡面的其中一個篇章 就是叫做 地上最大 或者地上最強機械人編 那 後來又出回 小飛俠有回單行本的書 那 這一本 它是零零射射出一本 這個地上最強機械人編 那 那整個 它的漫畫呢 就是 它的連載就是 1952連載到1968 那 後來又出過黑白版TV 那 後來 90年到好像都出過一次 然後 03年也有出過一次的動畫化 那 那 小飛俠一路都心入民心的 這個角色 那 也都 手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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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其中一個 應該是小 很成功的作品 對兒童來說 對兒童來說 最深刻 有最深刻的印象 還有 賺錢來說 應該都是 最賺錢的圖 因為 它拍完 它動畫 它出過電視動畫之後 是 是很收得的 那 也都 我小時候都有買過 那個 阿童肉那個 即是03年版出了一個DX 好像有買到 蛤 它電視 因為它 後來 黑白TV版的時候 已經很紅了 所以後來 直接 很多廣告贊助 亦都令到它賺到不少 亦都幾賺錢 所以它 是 重要的 好像 香港也很空前絕後 那時候 我最記得是百老匯 跟電器的百老匯聯繫 很多這些紀念品 之後 香港有另外出的那套 好像是香港公司 做的 3D動畫 對 阿童木這個角色 都是很空前絕後的大人器 有長壽的角色 力九常生 這樣 那 那 也都是 也都可以提一提 其實就是 為什麼首重被稱為漫畫之神 就是基本上 大家現在看到的大部分漫畫的題材 基本上 首重都挖過了 即是那些大題材 資料也有 是啊 人類和這些 人工智能的衝突也有 是啊 然後 如果 形異上的 火 火資料那些 我又玩了 那 好少數的 就是它好像沒有玩過體育 所以 體育漫畫好像是沒有畫過的 但是 那大部分的題材都涉獵了 大家 因為走不出 它不止山 所以它被稱為漫畫之神 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這樣 那 那 講一講這個編章 地 地上最強機械人編 其實是 當年 如果你現在看回 我特地 為了這集節目 我特地看回這個編章 那 沒辦法看完這麼多期的 原作漫畫 太長了 那我只抽了這篇來看 那 但是呢 對 這一張 的 左邊 那張黑白圖 那個就是原版的 布魯圖 那 故事其實 就 比較直線 和比較簡單 但是 如果用回 當年 就是 因為 小飛俠 在 首重 那堆作品的定位 是比較 偏移 同向 再加上 那個 當時 對 機械人 這個概念 還不是太過 深入的年代 裡面 它寫到這個 故事和這些 橋段 其實已經非常 纏維 那個故事大概就是 就是說 蘇丹有個王 因為他被驅逐了 驅逐了出國家 那 他不睡巢 想證明自己是世界最強的 那 就叫自己 就找了個博士回來 就做了一部很厲害的機械人 叫做暴魯圖 就叫他向世上最強的七個機械人挑機 那 KO了他們 證明到暴魯圖是最強的 之後 也證明到自己是最強的 那 然後 暴魯圖就開始 找這七個最強的機械人 來挑機 那當初當然包括阿同木 那 那 那一路打下去 那 那 然後去到後面 就 後來 就是戰鬥 這段過程裡面 暴魯圖 因為接觸到阿同木 以及接觸到阿妹小蘭 那 令到 暴魯圖 令到 阿同木他們 可以發覺其實暴魯圖 不是 不是真的那麼壞 只是他 因為他一出生就被設計了是戰鬥用的機械人 也都因為他 機械人就是 會接收人的命令 然後就去執行命令 那 他其實不是出於惡意去挑那 那七個機械人的機 只是因為 我沒有主人叫我去挑機 那我就去挑機 那就是這樣 那 但是 但是 但是當中也都很多的行為 證明到其實 暴魯圖 不是一個壞的機械人 就是 譬如 就是 當阿同木 有 中間有事失控 還跌了到海 的時候 阿同木 是 不是 中間有段 因為 暴魯圖 他受重傷的時候 阿同木 就救了 暴魯圖 那 又去到後來 暴魯圖 因為 他為了想 打贏 暴魯圖 就 叫天馬博士 將自己 由十萬匹馬力 改造成一百萬匹馬力 那他就 力量失控 然後就跌了到海 那 暴魯圖 他也是 捨身去救了阿同木 那 然後 中間也跟小蘭的相處 也都見到 他有溫柔的一面 也都 其實他是想有朋友 他是想認識朋友 那 那 其實他 然後他也都隨著跟阿同木 他們之間的相處 雖然中間一直不斷殺其他的機械人 但是去到最後 他終於是 擺脫了主人的指令 就是 我不要再戰鬥了 我不要再 因為阿同木 現在是我的朋友 我不要跟我的朋友戰鬥 但是最終 就 那個 幫個王 幫個王 去開發 他 開發 布魯圖出來的那個人 那 原來他另外弄了一個機械人 叫做 波拉 那 是 應該是高地博士 沒錯 高地博士 就弄了另一隻機械 叫波拉 那阿同木有100萬匹馬力 那這個有200萬匹馬力 那當年來講應該是 你當是龍珠的戰鬥指數 總之200萬匹馬力就很厲害 那 就打到阿布魯圖 趴在那 那 最終就 有 波魯圖和波拉攬炒 那 故事的結尾就是 阿同木很傷心地抱著 阿 波魯圖的殘肢 就問 博士 為什麼機械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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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最後阿同木就說 我 我 我相信 我希望 我希望 機械人 可以互相彼此了解和互相處的時代 希望他會 希望會 這樣 那就完結了這個故事 那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 為什麼 守寵是漫畫之神呢 就是 其實 你只是這個片章 這個已經是被譽 或是最直線 最 最 所謂叫做無劇情的一個編章 但其實他這裡已經是 日後很多 跟機械人 或者人工智能相關故事的機 他已經定了一個基礎 即 人 機械人怎樣突破人類的指令 機械人怎樣去 即 聽人類指示做壞事 是不是代表機械人就是壞呢 這樣 還有那個機械人互相爭鬥的源頭 其實是不是 是他們自己 還是人類的惡意呢 這樣 其實他 一個這麼簡單的故事 但其實他當中也有放了一些意思 在裡面 那 所以其實是 或者不是意圖放的 是 是 但是他 寫出來的環境就會引發到你去想這些問題 是 所以 這個簡單的故事 但他也是有過 日後很多不同機械人 外國就 影響很多不同作者 外國就不 外國 未必是外國 外國就未必有很大的影響 西方那邊 但是日本的話就一定是有很大的影響 幾乎是電機 那 然後我們講一下他 然後 然後 其實是同期的 不過我也先提一提 因為我個人私心想推 就是 其實 除了黑白TV版和90年代的動畫版之外 另外有一套應該有很多 我們這代的人會看過 就是03年的動畫版 是 就是那時候跟這個白兔會在香港 做Kosova的時間 是做Kosova那段 就是 那時候鐵門那童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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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動畫就03年到04年 就播出的 而 也有改編到這個 地上最強機械人編這個 這個編章 那 是兩集而已 這50集裡面 用兩集去寫 就是 地上最強機械人第17集 以及第18集 布魯徒不會死的 除了剛才看到右邊那張畫,說布魯圖被人過得超有型的樣子,認得瘋 而且他手重的時候以前沒有想過那麼多武器去給機械人的 但是布魯圖有時候手指機光炮,武器很厲害 當時他這裏也幫阿童木拋開了,有時候他手縮了一個激光炮的飛機 說回一個故事,他大致上都跟回地上最強的機械人編 但是他再強化,即是把布魯圖那個角色,他溫柔的一面 和他迷惘的一面都寫得再立體了 而且他中間也加了這個,強化了這個 應該是跟回這個03年版的其中一個主題就是一個 所謂他們說一個有心的機械人,就是阿童木 他跟其他一般機械人不同,他有一個心,一個類似人心的系統 那有這個心,那又會令他怎樣呢? 就說阿童木怎樣...他既...雖然他... 就是超出了...除了是布魯圖超出了... 這個改了就是天馬博士弄他出來挑戰阿童木用的 因為這裏天馬博士是覺得機械人會進化去超越人類,然後統治人類 而機械人當中要為一個王者統治機械人 所以他就認為阿童木是這個...他自己過去做出來的阿童木會成為機械人之王 所以就...中間就一直做了很多不同的機械人來挑戰阿童木 那布魯圖就是其中一個 那布魯圖也是中間走去挑戰另外七個不同的機械人 那最終...也都是因為有小蘭...要遇到小蘭和阿童木的善意呢 也都慢慢令他有改變的 那最後...也都是違抗了這個天馬博士的指令 那然後...也都...變了...也都... 雖然沒有...他這裏沒有那個波拉啦 但是變了要對付一個黑暗版的自己的布魯圖 那最終...最終就...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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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了 那...中間也都...除了是講阿暴魯圖的那個...他怎樣違抗...怎樣去反抗指令的這個故事之外 也都強化了就是...阿童木其實他...原作是...是講這個... 原作就說阿童木後面要改造到一百...一百萬匹把力才打...才能跟到阿暴魯圖打啦 那這裏就是說呢...阿童木是因為有深的力量 因為那些...因為那些人...因為他...他本身是輸的啦 但是因為那些人不同的打氣 他接收到大家對...大家的...大家對他的期望 大家希望他不會輸啦 所以...令到...令到他...令到他...令到他有這個...令到他... 以深的力量去戰勝了暴魯圖這樣 那...呃...就是加了這些東西下去 那那個...再加上03年版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呢...但是...很...很... 為什麼我私心要講一講呢...是很推薦大家看 就是這套東西的作畫和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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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原作的那些機械人執...執靈它 或者執得...執得...執得適合現在的審美的那個...那些設計呢 還有裡面的那些戰鬥畫面呢,還有那些精細程度呢,都要用回...你就算放回現在都是一點都...不失禮 甚至乎其實我...喔...近些...近些幾年我都不太... 就是...除非是電影版那些...TV版不...精...好...那種精美的程度...如果是...就算是當現在新版那樣播都是一點都不失禮 是...是漂亮到瘋的這個...這個版本的阿同模 是啦...那另外再提一提就是呢...這兩...十六十七集這個暴老圖的編劇呢...是長谷川貴一 是啦...那個...看回那個製作那個...原來是甚麼來的...是嗎? 是嗎? 原谷明星大集合的... 沒錯... 他...呃...這裡可以說的...這兩集是長谷川寫啦...所以大家聽到最後...聽到我那段... 那些人不停跟阿同模講加油啊...然後阿同模再起啊... 跟著是戰勝寶圖啊...我...我...我看到...當我看到那個編劇然後是長谷川之後...我心想... 又是你啊? 真的不愧是你啊? 又是你啊? 又是你啊? 又是寫這些東西啊你果然是...但是他寫了都是work...work那一刻... 對...他寫了都work那一刻...你又催不住啊... 不要死啊Dixos...不要死啊... 是啊... 是啊...這一刻...大家都變成光... 然後... 大家都記得起啦... 是啊... 對...我想起啦...那個一路...一路在背後支撐著我們那個巨人... 是啊... 然後...或者這一刻大家變成了光... 然後...阿同模這裡就是這一刻大家都變成了心... 然後去到saber...就這一刻大家都變成了故事... 他...他說...寫了都寫這條條條條... 但他寫了都可以啊...你真的...真的催不住啊... 真的... 是啊...那... 起碼那個情緒險是做得起的... 對...絕對做得起的...那...呃... 這個編劇群啊... 是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名字的... 除了是... 長谷川貴一之外... 長谷川貴一不只寫這兩集的... 很多集他都有份寫... 最後... 結局編都是他寫的... 呃... 那...然後還有就是其他大家聽過的... 包括小鐘千超啦... 和... 和... 太田愛啦... 呃... 這套東西是... 厲害到... 這些編劇是厲害到瘋子的... 所以... 原谷明星大集合... 原谷明星大集合... 對...明星大集合... 而且... 也是厲害... 是很厲害的編劇... 那個導演... 那個導演... 還原是小鐘千超啊... 哥還是弟弟... 小鐘和哉... 是啊...小鐘和哉... 所以... 是... 厲害到... 厲害到沒有朋友... 這個03版的整個製作... 所以... 是... 很值... 很推薦大家去看... 這樣... 那... 好啦... 終於講完一大堆的... 他... 之前的作品... 那... 講到這個... Pluto... 講到Pluto... Pluto... 原本是... 動畫版是二三年推出的... 但他原本是漫畫來的... 他跟這個... 阿童木是同年出的... 同年的... 他就二三年... 這個... 一個... 員工全明星版的阿童木... 是同一年... 我現在看又猜不到... 是啊... 同一時間裡面有兩個... 風格那麼不同的阿童木本... 沒錯... 那... 這個Pluto的漫畫呢... 就從03年開始連載... 一直連載到... 連載到09年... 那... 那... 作者就... 大名鼎鼎的菩薩直樹啦... 那就是這個... Monster和這個二十世紀少年的作者啦... 那... 那... 根據這個... 不能盡信的遺跡所講呢... 其實他整個... 他改編... 他為什麼會改編這個... Pluto... 為什麼會改編這個... 地上最強機械人編呢... 那... 其實有一段故事... 那... 根據維基所講就是... 其實他原本呢... 是想... 他改編的... 是想改編火資料的... 那...但是呢... 手寵... 就是手寵... 手寵走了之後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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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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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了想改編這個地上最大機械影片的想法 根據《不能進行危機》的說法 剛好我想畫地上最大機械影片的Remaster 你又生氣就對了 於是就一拍即合 然後他那個... 等等... 然後葡萄想改編 最初就向守寵的長子提出一條橋 他最初就說 這次我們不用阿彤木做主角了 想用那七個機械的其中一個做主角 最初本身長子就不太接受 但最終都給了一個機會他們去做 甚至乎都希望他們... 不如嘗試擺脫原作的風格 於是葡萄就...他們就開始製作 最終... 企劃是成功通過的 但是... 改編過程也是... 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才成功... 面對了很大的壓力之下 才通過了那個... 這個idea 這樣... 跟回維基說的 這樣... 不能絕對有遺跡 對...不能絕對有遺跡 但是呢... 他說... 地上最強的機械人編 是... 對他有... 對他影響很深 這件事呢 我一看完整套Protto之後 是... 完全感受到的 是感受到他對那個編章的愛 是... 他真的很... 很用心地去做... 做... 那種... 那種用心是真的... 感覺到他對這個... 對這個編章是比較... 是真的有感情的 對... 那就... 大概的背景就是這樣 那... 那... 就... 先看看大家說什麼 T... TDG 新世代編劇大集合 當年火資料都有動畫化過 他... 有段時間都有抽過... 手衝很多作品來改編的 那... 啊... Blackjack也有改編過的 那... Blackjack也是... 也是當年改編然後那個... 那些人都說是漂亮到瘋的 那製作又是漂亮到瘋的一套 那... 大家都可以找來看回 那... 好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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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到東西了,就是這樣了 先簡介一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其實那個年代已經是人類和機械人開始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的程度已經立了一個機械人人權法 即是說機械人是跟人類一樣有法定的權利 也都開始有這個... 除了為人類工作之外,他們也有放工的時間 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 這樣去...人類和機械人之間就這樣去共同生活的一個時間 但是最終...但是在這個...這個時代裡面 其實也不代表太平,也有些事發生 那...但是呢... 本身這個...在這個世界裡面 本身是有七個... 叫做...世界上最優秀的機械人 那...我自己的詮釋應該叫做...七個...七個大殺傷還是機械人 那...有七個大殺傷還是機械人的 那...就是性能最強的七個機械人的 那...但是當中的第一...其中一個呢... 蒙布朗就突然...在... 就...一場森林大火裡面被人發現了他的...他的殘骸 他被人分屍喔... 那...那...然後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呢... 剛才說啦...他是性能最強的七個機械人 他...他...他...有什麼人可以...做低他呢? 是...很...很...很... 另一個地方那裏呢...有一個...其中一個提倡這個機械人保護法的這個... 這個...這個...團體的幹部呢...也都被殺害 是...是...那是人類來的 那...但是呢...這兩宗案呢...都有一個...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但是經調查之後發現呢... 人類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那...蒙布朗不用說啦... 扑街你...這麼... 他就說最強的機械人... 那...那些人類怎麼做低他呢? 那...但是呢... 那...那...那...就... 對啦... 頭髮都沒有條... 薏陨纖維也沒有 Print 指紋都沒有 對啦...然後因為... 當時機械人... 以及那些那些... 掌握器的技術呢... 其實... 只要有... 無論如何都有蛛絲馬色可以找到出來 但結果發現是完全沒有 所以唯一... 出了結論就是發人是機械人 是的 但以那個年代來說 他們是... 他們是... 照計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 又好吊詭了 是的 根據這個... 這個機械人三原則 機械人是沒有辦法殺害人類的 是的 因為是人類設定 他們是不能殺人類的 根據這個機械人三原則來說 是的 但是他竟然可以殺... 如果推論沒錯的話 竟然是有一個機械人可以殺到人類的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就是很大件事 是的 如果是熟實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 動搖社會的根基了 雖然說不可能 但其實八年前發生過的 但是... 就被政府掩蓋了 就不了了之 但是... 因為這次... 那件事就掩蓋了 但是這件事因為是... 塌了一些好... 塌了一些知名人士 就怎樣都掩蓋不住了 那... 所以一定要查到底的 於是呢 就... 這個... 世界上最... 世界上最優秀機械人之一的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德國的機械人呢 啊... GIDO啊 蓋吉特呢 那他就是一個刑警機械人來的 於是他就開始接手了這件案子去... 去調查就是蒙... 蒙布朗為何會... 蒙布朗為何會... 蒙布朗為何會被殺害 還有... 到底是誰做的呢 對了 那與此同時呢 隨著他開始接觸其他的... 最優秀機械人的過程裡面呢 他也都開始發覺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有一個... 應該是有一個叫做布朗圖的東西 是在這裡... 默默... 在這裡... 在背後那裡... 令到這一切發生的 就是這件事的始作 對了 那但是究竟布朗圖是甚麼來的呢 還有究竟為何要走去殺這些人呢 最後...到底背後牽涉的...牽涉了一場甚麼的陰謀呢 那這個就是整個故事的起似啦 對了 故事簡介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 跟著就下去... 講... 就是... 概括一下他的基本特色先啦 那... 然後再...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些故事的細節 對了 那基本特色就是呢 雖然呢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講到說其實 其實布朗圖已經改了... 將故事改頭緩眠 或者加了很多... 令到故事那個... 嚴肅和懸疑的氣氛是... 是啊 那個基調就好 就跟首寵本身那樣有不同 很不同 反而這些就是布朗圖的東西來的 是啊 他將自己的風格加了到他的故事裡 也都加了很多細節 很多... 很多他... 他自己的idea進去 但是... 但是呢 講... 但是其實呢 說你都不相信 當你... 當你... 當你對讀原本那篇漫畫和浦澤的故事之後呢 其實呢 整個故事他骨幹基本上沒有... 他好像是沒有改過那些東西 他的骨幹基本上是沒有改過的 他... 大... 大體上整條骨都是跟著... 受寵的骨幹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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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 就是推進故事 真相來說 應該沒有其他角色給他假設 所以他選擇吉圖去做主視點 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剛才說群像劇 除了吉圖的主視點之外 就是他透過這個查案 牽涉到其他機械人和其他角色之後 就藉著這些角色去慢慢讓你理解到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 那個社會 那些人心的社會風氣 對於機械人也好 或者對於人類的看法 機械人本身怎樣自處都好 對 他們自己想的什麼 還有是不同機械人 或者不同人類都有不同的立場 然後這些不同的立場交織之下 形成了社會的氛圍 那他是透過那些角色來表現這件事出來 那也是這套東西 其中一個最吸引人的地方 對 還有就是 剛才說地上最大的機械人 就是七個最優秀的機械人 但我已經說了 其實他真正想說應該是七個大殺傷的機械人 因為他們應該是地球上性能最高 以及最大破壞力的那七個機械人 那也是因為 過時代背景的關係也都令到 世上基本上只有七個 也都很難做 沒什麼機會再出現一個跟他們這麼高性能的機械人 那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回頭可以再說 那還有就是 剛剛 剛才 蒲澤說他重新設計那些人物的 那那個重新設計是怎樣呢 就是 因為 無論原作漫畫也好 或者03的動畫版也好 其實那堆機械人呢 包括阿圖木啦 還有譬如阿布魯圖 或者其他另外那六個機械人也好 其實 都 都 接近 都想設計 03版也有設計到他們近人形的 那但是其實他怎樣都是一眼看得出就是機械人來的 只不過是他有個人形的骨架 但是他的外形根本就是機械人來的 那但是阿蒲澤呢 就是把他們基本上完全 就是設計到他們基本上的外表跟人類是沒有分別的 嗯 阿傑茲多就是完全分不了的 他也有說過他是 他是歐 他是歐洲 投放了很多資金去研發出來 將他的樣子 整到他的樣子跟人是沒有分別的 那其他 其實其他那七個都是 呃 甚至乎 呃 除了是那些型號比較舊的機械人之外呢 其實大部分那些呢 很多都 如果不是用儀器偵測呢 是分不了他跟人類跟機械人的分別的 呃 除非 呃 好像凱格歷斯那些 他是可以過資料下去 另一個驅學裡 然後 然後去 去 去 用另一個樣子去做 即是去戰鬥那樣 那他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但是他們平時 日常生活的驅學呢 就跟人類是沒有分別的 那這件事情是 有 特別的喔 也都不是純粹美感上要這樣設計 因為隨著故事推進 你就會發覺為什麼他要這樣設計 因為 那些機械人為什麼要這麼像人呢 跟他最後那個中心思想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也是他 他那個人工智能那樣東西是很大的關係 對啦 所以他是這個整個 他由頭到尾所有的設定都是為了 都是有計劃過去去為了那個故事 即是我認為他是有設計過去為了那個故事 以他的設計 對啦 那 然後也都 是剛才這個提及了 就是他機械人 背景 故事簡介是說了機械人有自己的 有法律啦 有他們的權利啦 但是同時呢 這個法律也是為他們帶來的一些限制 而那些限制也是這個故事想去探討的一些東西 那就 先講了這些基本特色先啦 那然後我們就開始講一下故事的情節啦 那我們想用情節來去分析的 但是講那一刻應該會變得 都會講一下角色那些東西 因為其實他本身都是 即是你會用角色單元去推進故事 是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一直數著那七個機械人是怎樣死的 對啦 順著情節 即是順著情節說 也都可能 你都可以說是每個角色這樣說 順著角色說 是 這樣 那前期 剛才開始講了 那前期呢 因為其中一開始帶出一個謎團 其實都已經很吸引了 就是 哇 可以殺人的機械人 這樣 那 亦都特地 亦都殺有介事 這樣說就是 機械人是殺不了人的 因為 我們是設計到他們沒辦法殺人的 那很多 他們那些科學的研究人員都是這樣說的 那 但是呢 好神 也都剛才提過的就是 明明是八年前已經有一個例子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布拉烏1589的機械人呢 是已經殺過 殺過人的了 但是那一件事就被視為是 個別事件 然後就蓋著我的 那 但是呢 但是那一件 但是其實 我覺得設計這個角色 本來設計布拉烏這個角色已經很妙了 他就是 你當是好像沉默的羔羊 那樣 他就是一個 哈哈哈哈 真的 他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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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家有個瘋善佬罪犯 可以分析瘋善佬的犯罪心理 那現在就有一個瘋善機械人 來分析一些瘋善機械人的心理 那他會吵到你 是啊 你這麼蠢 他跟主星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他對於這個忠心思想的表達是由 你後來看他最後想表達的忠心思想 你就會發覺 原來他由一開波 是用布拉烏這個角色已經佈了伏筆 就是 譬如茶水博士他們就是說 那其實布拉烏是 他人工之人有什麼地方壞了 他是不是損壞了才去殺人 不是啊 我們檢查過 他的人工之人是完美的 那完美為什麼會殺人 那茶水博士我們提出的疑問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太完美 這個也是天馬博士那個 就是整個機械人那個 那個哲學 他自己的方針 他提出過 也對其他科學家提出過一個警告 不過這個後面再說 你們收手吧 機械人再指引他就出事了 他背後有一個括號 我試過 我試過 你們不要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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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再追求完美的機械人出事了 你們不要再追求完美的機械人出事了 我拿過東西了 不要再做了 這樣 其實他是這樣的意思 那前期也都隨著查這個蒙布朗的死 那就引出了這個 第39次中亞戰爭 還有這個波拉調查團 還有這個布魯圖的這些兒團出來 那 那 那 想不應該再說這些 想不應該再說些 先講這個 其實 中東戰爭 其實跟他原作那個 蘇丹被放逐的王 那個東西 有點學起 他將蘇丹放逐的王 拉大到至 這個樣子 拉大了很多 他 努動我算是特�� 我真的覺得他在 Sword 他很甜 他真的很甜 是實在很多的 變成了那個行動原理 你會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做 對 也說一說 因為這個第39次中亞戰衝突其實是很重要 是整個故事的導火線 也是很多機械人的 這個故事是不是有很多機械人角色的一個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事件 影響一場影響深遠的戰爭 那時候有一個波斯的國家 機械人的發展就很厲害 但那時候另一個國家就指責他收藏了大殺傷力的機械人 那個總統又是甘泰伯 是 伯人來的 聲稱 東東國家 對啦 對啦 那就在指責什麼呢 就不知道了 大家自己想啦 大殺傷力武器 我們要派逼進去 對啦 那不 然後最初就說 不是啦 沒那麼快的 最初就說 你們有大殺傷力機械人 我們要派一個調查團來調查 調查團進去看看什麼 於是就包括茶水博士在內 就很多個精英的科學家 就組成了這個波拉調查團 就是上水長七個機械人的老爸或者老母 對 都是設計者 就是那些精英科學家 就組成了一個叫波拉調查團的團 就進去這個國家調查 但是除了一群機械人的殘骸之外 他們就什麼都調查不到的 其實那但是呢 明明 但是 跟著調查完 然後回去報告過 喂 不是 我們什麼都找不到的 只有一群機械人的殘骸 但是結果竟然 那報告完之後呢 他們得... 那個... OK 沒事 我們派兵 那個領袖得出的結論就是 好 派兵去打擊他們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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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清楚 我們無法調查團 OK 派兵 OK 派兵 好啦 那結果就... 呃... 那個... 很多機械人都投身了在這場戰爭 那包括就是那七個機械人都是... 呃... 就算沒有直接參戰都好 都或多或少參與了在這場戰事 而這場戰事也都是成為了很多機械人的... 的一個傷痕 也都對他們... 也都是一個心理的陰影 那是... 哪怕去到戰爭結束之後 也是對他們的... 除了是失去了很多他們認識的機械人同伴之外呢 也都對他們往後的那個... 那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想法都帶來很大的影響 那然後... 也都... 那就隨著這個戰爭的結束啦 那... 然後也都... 就... 他們... 繼續他們的生活啦 那這七個機械人都... 迫回去他們原本生活的地方 那但是... 也都隨著這個暴魯套 以及這個殺人... 殺人... 以及殺機械人的事件的出現呢 就再次勾回去 再次勾回去這些事件 他們也都要再次面對 咦...這件事是不是跟我們曾經參與戰有關呢 或者... 咦... 我們... 我們去查... 我們去調查了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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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也都... 開始去... 慢慢揭回這些事情的過去 那... 那... 那個懸疑的氣氛 是... 我覺得是... 前期真的做得很好 特別是... 我覺得暴魯套的形象是真的... 我覺得是很正的 真的... 真的... 因為前期是... 前期是你是... 雖然我們... 看過原作就知道暴魯套肯定是一個機械人來的 那... 但是他前期那個素材是... 是... 你連樣子都看不到 那...但是... 他就... 群龍見手不見你 那種感覺 是啊...群龍見手不見你 都... 到你看到... 到你看到他的眼睛的時候 你就死了 那種... 那種很恐怖的一件事 還有那個... 每一次殺人都要弄兩隻角出來那種 那種... 那種變態殺人法的... 的... 那個... 那個Symbol是令到你好... 好... 好... 令到你好有... 覺得他好... 好令人不安 亦都令到你好想知道 究竟他的... 真身是甚麼 那個... 令你追悍那件事 就是真的... 處理得很好 這個就是沐澤那些東西 就是... 那人看啊... 看... 魔殺 那時候... 都是一直這樣... 在那裡... 就是... 從側面那樣... 描寫... 藥汗是一隻... 怎樣的怪物 對... 就是那個... 追悍那樣東西 到底藥汗是甚麼來的呢 嗯... 是啦... 然後就... 開始... 然後就... 開始就... 一路... 一路... 這七個機械是怎樣... 逐個收皮的... 那... 其中一個... 被人... 被人... 提親都想... 都... 都覺得很... 很慘情的一個... 其中一個就是... 諾斯二號啦 呃... 那段是... 因為呢... 原作呢... 是... 其實他... 其實諾斯二號都是... 呃... 諾斯... 諾斯二號... 本身都是... 他...他不是這樣 本身都是... 是... 是個... 發明家... 然後就說... 欸... 這個... 阿布魯圖挑戰你啊 你去打贏他啊 然後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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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發明他出來的那個教授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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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 寫了... 諾斯二號啦... 以及這個戰爭的悲哀出來的他... 還有這個... 就是... 人工之人啦... 210這件事的關係 是啊... 嘩...整個故事是好棒的 這個單元故事是好棒的 因為... 那個... 諾斯二號就... 因為... 這個...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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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就是... 他一直都有找機械人管家去照顧他 那... 但是之前那個就... 就... 要找... 總之有些事 要找我個新的啦 那... 結果找來的呢... 竟然是這個諾斯二號啦 那... 但諾斯二號呢... 本身是一個戰爭... 是一個戰鬥用的機械人 那... 那... 阿... 爺爺呢... 本身又... 又很不喜歡機械人 因為... 他又覺得... 我們呢... 這些藝術的東西呢... 是要人類... 是要有感情的人類呢 才可以演奏到... 才可以... 有感情地演奏出來的 你們這些機械人呢... 跟... 跟著那些大數據編寫出來的那些東西呢... 還有你們... 無靈魂、無力量 對... 還有這些機... 對... 你們這些... 形式按出來的那些節奏 那些音樂 那些不是音樂來的 不是藝術 那些只是聲音 那些不是音樂 那樣... 所以他就對機械人是非常抗拒 那些... 反... 反這個數碼主義的... 那些六四佛 是啦... 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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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行不理爺爺的反對 就走去... 按我的鋼琴 又按我的琴 對... DLM... 我叫你不要再按我的琴 對... 那... 爺爺我想學琴 學什麼啊 你這個機械人 學什麼琴啊 你懂什麼... 你懂什麼... 你離開琴啊 這樣... 一直在罵... 狂罵... 那... 然後... 但是... 洛斯二號呢... 同時也跟爺爺... 爺爺啊... 你有沒有留意到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經常都會哼一首歌 爺爺啊... 你不要再看這首歌 這首歌是我的噩夢 那... 就說是... 原來是他家鄉的一首歌 那... 就說是... 他跟他媽媽唱的歌 那... 但是... 因為... 一... 聽到這首歌 就想起媽媽 想起媽媽 就想起小時候 他媽媽拋棄了他 然後跟他有錢人結婚 那想起這件事呢 他就... 對他來說是... 很生氣喔 他就很痛苦的 那... 特別是... 他後來... 他... 他特意... 很多細節來告訴你 這個爺爺已經被這個童年陰影 搞到他的人幾扭曲 就是... 他後來... 特意去找回媽媽的下場 原來我媽媽最後是嫁不到給那個有錢人的 然後我還... 被人玩完就算了 對 然後最後啊 我...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 住在這個城堡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 我媽媽... 媽媽想貼那條兒子的城堡來的 媽媽你如願意上啦 對... 那種... 變相向媽媽報復那件事 那個心理已經完全扭曲了 那... 那... 但是他也都... 但是... 那... 然後... 諾斯2號竟然是... 最後也都是... 幫... 出了去幫他調查 就尋回 完整地尋回這首... 即是他和... 爺爺和他媽媽生的《亨黑》那首歌的完整版本出來 也都跟他塞上就是 其實你媽媽不是不要你的 其實他是... 其實他是愛你的 不過有一點事情他... 他... 他太羞愧了 亦都不敢再跟他相認了 但其實他是愛你的 填補爺爺內心的空洞 亦都令爺爺開始 唉 你想學琴吧 即是理解 放下了機械人和藝術那件事 那個心房 很難的那個偏見 然後他還要說 你想學琴吧 好 我們一起彈吧 然後開始認同洛斯2號 最後 但到他們剛剛的關節開始變好 布魯套就來了 洛斯2號就為了保護爺爺 我們有威脅你 我一定要去戰鬥 我不想再戰鬥 但我也要去戰鬥 他亦都中間這段洛斯2號不斷想學琴 爺爺就說 你學什麼琴 你戰爭機系人來的 回去打仗 你回去打仗 跟你的功能去打仗 幹嘛做管家 學什麼琴 然後洛斯2號說 我不想再戰鬥 對 我不想再戰鬥 因為那我才才才 更加想學琴 對 因為我不想再戰鬥 但最後 就為了他珍惜的這個爺爺 他都是願意走去戰鬥 最後壯烈地犧牲了 爺爺那段 最後那段說 我C2號回來啦 我們練琴吧 WAT DILL 真是 真是 真是心都實在 真是寫得很好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也是 那… 那…那… 都是有探討過的話題 對不對 但是因為呢 他整個描寫 最… 很棒的就是 因為 洛斯2號 他其實是給一個近機械人的造型來的 你不是很看到他的表情 然後再加上他有個 最後一解開斗篷,原來他是六隻手臂 這個很忠於圓著 他如何在忠於圓著的理由令他的造型 想改型這個造型,我覺得做得很好 但與此同時,他有一個 這麼機械人的造型,但他的內心是出乎意料的籤勢 他就是很細心地留意到爺爺的一些東西 留意到他的內心的陰影 然後他是想令爺爺可以解開心結,然後去為他付出 然後他也是作為一個起頭 就是告訴你,其實不是每個機械人是想跟他原初設計的目標去繼續他的工作 樂斯2號是想超出他原本的功能 他是不想再作為戰鬥機械人去戰鬥 他是想做另一些東西,所以他才去喜歡音樂 說他這個作為一個起頭去,除了是他兩個的感情寫得好之外 他也是開始帶出了這些命題出來 這個單元是先聲奪人來說是非常出色的 還有講一下一個小細節 這個盲的鋼琴家,他本身小時候不是盲的 但他本身也沒有體藥多病,所以是很差的 然後病情越來越嚴重 有一次就長期發生,很多醫生都覺得 他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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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由得他 爺爺也以為自己會死的 在這個時候就有個大寵名古本陰的醫生 穿著黑西裝走進來,我可以救你 但你之後就會看不到東西,你還可以吧 然後這個收好貴的醫生就救了爺爺 那這個大寵名古本陰的黑色醫生到底是誰呢 那就留給大家自己細理一下 那個影子,那個髮型,但其實我覺得很難認不住 那個動畫那裡 就是你故意找到大寵名古本陰的,我覺得挺驚喜的 是 這個小彩蛋,我真的覺得很正 正啊正啊,正啊 這個手衝宇宙 到底是誰呢? 哎呀,真的選什麼黑魔藍 哎呀,真的猜不到啦 哎呀,好神秘喔 這個天才醫生又收夠貴,哎呀,到底是誰呢? 哎呀,這樣啦,那 現在繼續吧